格兰德河沿边界流淌 把美国和墨西哥分隔开来 从墨西哥一侧 河水很浅 下河很容易 科瑞 马多克斯看到过无证移民尝试着各种可能的办法越过边界 他们会使用木筏 使用马或轮胎 有人干脆游泳过去 大多数人是在走私者的带领下通过一条小路前往河边 这些人干这一行已经很久了 他们知道从哪些地方可以过河 边界巡逻人员在高高的山崖上观察 但是下面浓密的甘蔗植物却影响了他们的视线 这些植物一直长到三公里长的栅栏附近 聚集了大量的热气 令人窒息 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只是边界巡逻人员前往观察的地方之一 他们还要在高地沙漠追踪毒品走私返 有时还要在佩克斯河周围的峡谷中 执行搜寻和救援工作 峡谷和滚烫的沙漠 所起的作用跟墙没有什么差别 这不是一个很规则的边界 某一段是一种情况 而不远处的另一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胡达克说 边境安全问题无法用单一的办法解决 栅栏在城里很有效 但在沙漠里却没有什么用处 人的眼睛和耳朵最好用 这个工作不容易 这是我们区域里追踪人最困难的地方之一 当地的执法部门说 地形的多样性改变了有关建立隔离墙的辩论 在我们县 我们不需要修建边界墙 马蒂内警长说 这里没有危险 川普总统要是来看看 就会发现这里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人们需要来边界上看一看 说话的人要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德尔里奥的一些居民则认为 川普确实了解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家伙有足够的脑子缔造一个90亿美元的商业帝国 那么他也会知道把墙修在那里才有用 虽然川普承诺在边界修建隔离墙 但国会尚未拨款 议员们很快将就此展开辩论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 德克萨斯 德尔里奥报道